準備 開始 撥河桃 它進來我的睡覺的地方 然後從上面看我 然後我們兩個在撥河桃吃 我很喜歡那一場 因為我覺得那一場是 每段愛情都有的 非常美好的一個回憶 就是你跟一個人在一起的時候 你們都有屬於你們兩個 一個很獨有的回憶 那個河桃那個卡塔卡塔 那個心跳聲 一定是阿翰跟2D最美的回憶 就是他們的 從那之後聽到的心跳聲 都是卡塔卡塔 這是一件非常浪漫的事情 就是阿翰在家裡住過的場景 雖然我前面已經講過 之前你專訪也講過 原來死的場景 但要講真的最喜歡的還是他場戲 家人那一塊對我來說 也是感情裡面一個很重要的一部分 喜歡一個人 能得到家裡的支持是非常不容易 我看了幾次之後 其實我幾乎每次都被彩花鏡的 那個眼淚感動到 我記得我拿到第一個大錶的時候 我第一件事情就是去看那天是 幾月幾號 其實前面都是非常不安 然後緊張 我想說真的要來的話真的很難 然後因為那一場我知道很難 所以在開始做角色功課的時候 我寫了一封信給張家 就等到要拍的那天之後 我才又把它打開 然後把信打開看 我覺得那一封信蠻幫助我 就安定了 其實的確就是蠻赤裸蠻難的這樣 包括我們腳踩在水上的聲音 或是撞到牆壁的聲音 或是搓身體的聲音 都非常細微 然後非常明顯 所以最難的其實已經不是動作上的 最難的是情感 我那時候想要帶他去野餐 就是去一個很遼闊的地方 可能是山上 或者是海邊之類的 然後就跟他在那個地方過一整天 我想要跟他有一場說走就走的旅行 就我想要我們沒有任何準備的 然後就是像一個驚喜一樣 我們就決定一個地方 然後我們就去 然後野餐上會遇到什麼 我們都不要去想 然後遇到任何事情 我們都一起解決 所以我想要給他一場 這個特別的旅行這樣 我爸爸 還有我爸在我這輩子 一定會是一個很重要的人 他會去專演演員到底在幹嘛 還有表演到底在幹嘛 所以當我接到這部戲的時候 我演一個同志角色的時候 他是很支持的 我覺得我刻在心態的名字是 張家翰 因為這是我第一次主演的電影 然後這個角色對你來說真的 帶給我很多的第一次這樣子 包含不管在我現在電影的道路上 我也希望能夠支持著他的精神 就是我們要擁有膽 然後要堅持 嗨 大家好 我是陳昂生 我是鄭靖胖 刻在你心裡的名字 現真熱映中 這是我們的作品 一定要進行戲院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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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非交給 謝謝 他把他講 結人了 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